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个演示 这个项目 比如把它给推出来 来看一下我们的项目 比如说我点一下它 点一下它 OK 那第一个事情的话 是一个spice spice完了就是一个登录 好 我们去登录一下 登录的话就输入我们的账号密码就可以了 123是56 好 进行一个登录 这登录成功了 对吧 登录成功它这里的话就有两个界面 其实和我们禅记的模块是一样的 一个就是我们的绘画界面 一个就是我们的灵性人界面 那绘画界面的话 它就可以显示和单情账户 绘画人 绘画人是哈哈 以及最后的记录是你好和和 那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在绘画界面它也有一个审美的功能 比如说我接着给他发消息 你看看到这个没有给他发消息 怎么会没有收到 按理来说这里应该会有实时的收到这个效果 对吧 这里难道有bug吗 重新的运行看一下 好 OK 我们重新的去试一下 好 接着我们重新的去登录一下 好 这边的话是123456 登录一下 好 对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按理来讲这边的话是可以去实时的收到这个 尊贵的消息了 这个现在也可以了 对吧 你看这个绘画信息的话 我们一般这个是一个和谁绘画 好 那这个一般就是我们的最后一条消息 对吧 而且经常有个效果就是实时的紧听这个效果 你看这个效果是不是可以实时的紧听 好 OK 那这边的话就是联系人 也就是你的好友 对吧 不管是绘画还是好友 我们的话都可以引进来和这哥们进行一个聊天 比如说你可以和他聊天吧 他这里可以给你发过来 对吧 可以发出一个聊天 好 这个我们也可以做 好 对的话 除了这两个功能的话 他其实还有一个功能 我要把它给退出去 退出去 好 OK 好 退出去之后的话 我重新的去登录一下 这里bug比较严重的 挂掉了 好 其实是这里开了服务的问题 好 OK 那我重新的兵器吧 好 看一下 这次我也去登录一个哈哈哈哈 相当我两个登录一样的 对吧 好 也就是这个 看一下 这个叫123456登录 好 OK 相当他的话是和他登录的是一样的 他们两个都是登录的哈哈 对吧 对吧 那这里还有一个怎么样的功能呢 比如说我在PC上去添加一个年纪人 我去添加一个黑马1 你看 在这边的话 他应该会跟着添加才对 这个再来看看 这个我去把这个给删除掉 好 这边应该也有问题吧 好 重新运用看 好 重新运用看 好 我们再来登录一下 好 密码的话是123456 好 OK 好 再来看一下 好 假如说我在这边把这个 现在他没有离席人 比如说这里应该还是有问题 我这样做一下吧 稍等一下 好 我重新来洗一下 好 这个时候再洗一下 好 这里是123456 现在他没有离席人 那我这边也没有离席人 比如说我去给他添加一个离席人 添加一个呵呵 好 给他添加一个呵呵 OK 一针一针呵呵 添加 在这边的话应该是可以实时的去添加 这个怎么不行呢 好 看一下 这个离席人同步 比根 好 这里有这个问题没有演示出来对吧 好 比较奇怪 那这里再去换一个版本思想 换一个卡 起过来 好 我们去换一下 好 这个改成一个1.100 好 这个有一个sign 就是这个 这个是这个装置的 这 这个是这个 这个是这个 出现了1.100 这个把它给删掉了 没用了 我把这个给卸转掉了 好,再次去运行一下这个版本,试一下 好,这个OK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再去登录一下 登录我们同一个账号 这边是登录的哈哈 那这里也是登录哈哈 可以的话是123456 OK 那这边它们现在是可以的 那比如说我去修改它的名字 从命名给它改一个下话信息 那这边的话它就可以跟着改,是吧 那这里我再去提加一个黑码的一个1 这边的话它应该可以跟着改 就是我再把这个给它给删掉 比如说我把这个给删掉 这边它就跟着删掉了,对吧 就这样一个功能 相当于是你一起人的话 一个实时精听的一个效果 对吧,好,这块的话就OK了 好,这块给大家提一下 下面我们这个下方的一个影视 好,谢谢大家